好甜喔!這個白蝦 你知道薄跳牆就是有錢人在吃的 它這個魚肉改的很多耶! 這個冬瓜肉看起來超邪惡!你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馬鈴薯,我現在燕玲 我相信很多外國人來台灣一定都有聽過 台灣的版斗 就算沒有體驗試吃過也一定都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台灣的版斗其實算是台灣很經典的一個飲食文化 其實台灣版斗是會在一些特別節日 像是喜宴、搬家的時候要宴客、政黨選舉、或是廟會活動 會舉辦這一桌的版斗 然後我聽說版斗好像都會在戶外舉辦的 就會搭那種藍白紅線條的棚 它的桌上會鋪那種粉紅色的布 然後還要用那種免洗的粉紅色碗碟 聽說一桌會有12到14道菜色對不對? 不一定耶!要看主人啊! 像以前在版斗的時候師傅都會先開價格給你 看你吃到1200塊錢還是要2000塊錢 重點是他都會給你最經典一定會出現的菜 其實我是有參加過台灣的婚宴 但是是在那種飯店辦的比較高級一點點的 但是沒有體驗過在路邊吃的那種版斗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來試吃 版斗一定會出現的經典菜色 好!為了讓我更加融入這個台灣版斗文化呢 所以我決定呢 等一下的所有擺盤 跟這個桌面的布置呢 我們都要更接近這個版斗的樣子 雖然呢我們第一點就做錯 那麼在家裡面 其實我們要搬到戶外去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有點不太方便啦 那我們就在家 辦自己的版斗吧! 哦!這一箱也太多了吧! 其實我們上網找了很多家的食材 但是我們覺得兩頂開飯呢 是最接近這個台灣經典版斗的菜色 所以呢我們就上網訂了好多的這個食材 好!我們已經把桌巾鋪好了 好!我們已經把桌巾鋪好了 其實呢它的碗筷呢是要用免洗碗筷 但我覺得太不環保了 所以呢我就用自己家裡的碗筷 哦!其實第一道冷盤 不是應該是沙拉類的嗎? 你怎麼這麼高級 直接是海鮮類的 因為它是冷盤類的啦 開胃菜啦 我剛剛已經有聞到它非常重這個紹興酒的香氣耶 聽說它是用紹興酒跟中藥材的湯頭 然後呢再用這個白蝦醃漬入味 所以可以聞到滿滿的這個紹興酒的香氣 然後帶有一點點微微的中藥香氣 好!我來試試看 哇!這個蝦子真的是醉了 因為醉蝦嘛 好甜喔!這個白蝦 嗯! 紹興酒已經完完全全的滲透進去這個蝦子了 所以蝦子不僅可以吃到它的鮮甜味 又可以吃到它的酒香味 有開胃的效果 嗯!它真的很開胃 所以你有期待下一碟了嗎? 期待 第二道呢要先上羹湯來暖胃一下 芙蓉海鮮羹湯 哇!看起來食材很豐盛耶 有大白菜 筍絲 肉絲 紅蟹絲 太空刺 生香菇絲 柴魚片 髮菜等等 我覺得這個濃稠度呢剛剛好 所以我應該會滿喜歡這個羹湯的 你知道這道菜啊有個東西 是只有這個時候你才會吃到的 髮菜 我有看到黑黑一條一條的髮菜耶 因為它食材很多了 所以每個食材的鮮甜味都逼出來 而且口感都不一樣 有脆的 有軟的 有滑的 像香菇就很有嚼勁的 非常豐盛耶 這個羹湯 我好喜歡喔 它的味道 超嫩味 第三道 南門老廚佛跳牆 馬來西亞其實也有佛跳牆喔 你知道佛跳牆就是有錢人在吃的 因為它的食材非常的頂級 然後又很貴 對 沒錯 只要是貴的 通通都丟進去 海參啊 之類的等等 而且我剛才看了一下 它裡面的餡料很多耶 像是干貝啊 大甲芋頭 海鮮 魚皮 豬腳 蹄筋 等等 超過三十幾種食材耶 哇 好開心 我剛才撈到芋頭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已經煮到非常的鬆軟了耶 嗯 芋頭真的是要煮到非常的軟爛才好吃 還有一個很頂級的食材就是海參 這個佛跳牆 吃到每一口都是驚喜耶 所以佛跳牆啊 不只在半桌會出現 過年圍爐的時候一定也會有 這個我覺得一桌食人一起吃剛剛好 接下來另外一道主菜 香薑樹脂 海上鮮 哦 它這一鮮就是魚啦 魚也是算是高檔的食材耶 因為一般這個時候的魚肉啊 一定都是上清蒸 然後上面有放那個蔥絲跟薑片耶 哇好像有聞到一個味道 這個是什麼味道 破布子 你是說這一顆一顆的喔 對 馬來西亞好像沒有這個食材 我覺得蠻特別的 它的魚肉也是非常的軟嫩耶 其實我很喜歡清蒸的魚 因為我覺得清蒸的魚 就可以吃到魚本身的鮮甜味 這個是鱸魚對嗎 是沒錯 其實破布子跟它搭配起來還蠻開胃的耶 好吃好吃 最後一道主食 櫻花蝦普燒米糕 哇哇 這個是直接用蒸籠拿來的嗎 沒錯 就算你前面吃不飽你遇到這一道 今天早就飽了 嗯 上面米糕是屬於比較黏一點點的 好來試試看它的魚肉 它這個魚肉改的很多耶 然後上面都是淋上滿滿的這個普燒醬汁 很像我們之前去吃那種日式的普燒蠻耶 對不對 對沒錯 嗯 它的口感跟甜味一模一樣 它的魚肉也很鮮 而且沒有什麼腥味 它的甜味就不會過於甜 因為呢我以前吃過一些普燒醬汁啊 它很甜所以吃多會膩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甜味剛剛好耶 重點是有我愛的櫻花蝦 就很適合搭配油飯啊 或是米糕類的 噢 這個是什麼 三代銅塘富貴雞 這個感覺應該也是很貴的食材吧 對沒錯 這個呢就是老菜薄醃製過的 所以它又稱為薄金 其實啊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這裡面所有食材最貴的 你知道是哪一個嗎 那一個 你現在手當下的這個 它是必須長時間的醃製 哦 所以它花非常多的心思跟時間下去 它這個湯頭色澤感覺非常的清甜耶 它的湯頭呢可以看到所有的精華呢 鎖在裡面了 嗯 這個真的是瞬間去有解膩了耶 而且我跟你說 它這個雞肉煮到非常的軟嫩 剛剛呢我輕輕的撩開來 它就骨肉分離了 超級軟 超級軟 而且這一道啊通常是長輩的人最愛吃 因為它已經做得非常的軟嫩 而且飲料又高 我覺得這個雞湯呢 非常的清甜 感覺很滋補啊 這個對身體應該很好喔 最後一道紹興梅干東坡肉 這個東坡肉看起來超邪惡 你看 滿滿的那個油脂在耶 就是三層肉耶 它滷的很滷味 就完全是那個滷汁的顏色了 然後再搭配梅干 我覺得梅干呢要搭配米飯吃會很下飯 而且它的皮很Q耶 好我要切下去囉 哇 這滿滿的油脂耶 好我要吃囉 它是用紹興酒下去滷的 它的尾韻可以吃到那個紹興酒的香氣耶 它雖然肥 但是呢 它的那個肥呢 不會覺得很噁心耶 因為紹興酒去油解膩的效果 這個肉真的很好吃耶 天啊 好剛剛一次品嘗完 這七道台灣版朵的經典菜色啊 最讓我印象深刻就是佛跳牆 這個佛跳牆 這是第一次吃會愛上 因為我這個人呢 就是很喜歡的 他的食材很豐富的一道料理 就什麼都可以吃得到 因為我比較貪心 很酷耶 我覺得良品開飯 他竟然有賣這些這麼經典的菜色 但是我覺得他的網站呢 更酷的就是 他除了賣這些食材 他還有賣什麼麵啊 包子啊 餃子啊 然後還有賣一些外省菜耶 在家裡想吃班多啊 然後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就隨便買一買送過去就可以了 宅配真的太方便了 不用自己煮 重點是呢 他的料理呢 非常的好吃 所以如果大家也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上他們官網去看看囉 不知道你們喜歡我們今天分享的哪一道版頭的菜色 或者是你想要推薦更經典的版頭菜色 也可以歡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囉 好 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跟分享 還要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